HELLO 大家好,我是Celia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種材料的美食 我來到英國經常做非常之開胃的家常菜 就是酸辣土豆絲 薯仔在英國一年四季都賣到 而且非常之便宜 但整個芋口又爽脆的土豆絲都有些秘訣 一齊看看怎樣做 好了 製作這個土豆絲的材料是超級便宜 而且又簡單易做 土豆絲要好通透 批完薯仔用來浸水 令它不會那麼容易變黑 因為薯仔變黑了,擦出來就不漂亮 做這個土豆絲,最重要是土豆絲切得夠薄、夠平均 因為如果你又粗又幼 炒的時間就很難控制,很難平均地爽脆 如果你刀工不太好,或者沒心機切 而又有這些刀工不太好,可以幫助你刀工不太好 但我嫌有時就太幼了 你不要看一塊薯仔,切完後看上來已經有很多了 所以我覺得一塊薯仔也足夠兩人吃 我們為什麼要浸水呢 因為想洗走薯仔的澱粉質 因為爽脆的土豆絲最重要是沒什麼澱粉 令它的口感爽脆 就算了 青椒可以加,可以不可以加 我加青椒會令顏色更漂亮 我們熱油之後就加一些花椒爆一爆香 花椒因為份量不多,亦都很容易夾走 所以我就沒有特意夾開它 花椒不需要爆很久,而且太大黃 因為太久,花椒會有苦味 開始聞不到花椒的香味 我們就可以下薯仔了 加幾滴醬油,因為太多醬油就會黑 如果想濃味一點的朋友 就可以加少許雞粉 放進去 這個酸辣土豆絲吃下去 有點酸酸辣辣,又有點麻香 最重要是吃下去的土豆絲很爽脆 無論是熱食當鬆 還是涼拌都很好吃 另外,我想說一下 要炒到這麼顏色雪白的土豆絲 我們醋的選擇都很重要 我們可以用白醋 或者蘋果醋都可以 但千萬不要用烏醋 或者黑醋去炒 它會令整碟土豆絲的顏色 變成深色、啡色 沒有那麼雪白、沒有那麼漂亮 記得醋 我們要分開兩次 炒的時候放一半 因為醋煮的時候 酸味就會揮發走 最後差不多炒好土豆絲、調味料 我們最後再加少少醋 令它的酸味更加突出 最重要是做什麼呢 做這個土豆絲的材料 真的超級便宜 而且又簡單易做 而且我也試過給土豆絲 屬於地區的朋友吃 他們都非常讚嘆 這個菜式 還有沒吃過這種薯仔的口感 原來可以這麼爽、脆、好吃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下次再見 拜拜